大家我是宝君 老人意外发生车祸 见到了数据多年的丈夫 并因此有了通灵的能力 可以看到一些异次元的死鬼 黄祠华主演钢铲恐怖片 不怪姐妹 子华和永宜 是一对男区女儿的小两口 两人生有育儿育女 小日子过的那时 天天都是好日子 可能是考虑到 生孩子有奖利补贴的政策 两人又几晚多招了一个人出来 为家里增添多一点的人气和屎尿皮 在为儿子庆祝生日的那一天 永宜突然接到老妈夜嫂的电话 要从国外回来香港看看他们 子华和岳母的关系一直都不太好 两人之前还曾经大打出手 告诉子华大腿上 留下了一个永不磨灭的痕迹 两人刚要去接近 却得警察打来的电话 得知老妈和敌事司机 在路上发生争执 原来司机被他打成了猪头饼 子华再次见识到了岳母的厉害 当年的伤疤之痛 孩子存在他生生的脑海里 刚一见面两人就刚了起来 回到家里也是一刻不停响 之前的各种鸡毛蒜皮和成年旧帐 也一起翻了出来 住在这样的家里 估计没兵也会气球兵 只要两人碰在一起 那就是火星撞地球 用一家在总监 非常的左右为王 不知道该怎么做好这个老婆和女婆 一次自华想邀请同事来家里聚审 他离到婆娜的岳母也在家 于是特地拜托勇于 劝说一下他 在同事面前帮他说一些好话 夜嫂也是明白事理的人 打应了这个要求 当晚在花眼大里发草的时候 夜嫂意外挖到一个骷髅头 马上用白布包了起来 打算第二天去寺庙安置他 晚上的聚会 大家都玩得很happy 母女两人同时发现 一个妹子和志华很是亲密 聚会散了之后 两人质问志华和妹子的关系 其实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但两人却不这么认为 于是三人用力一口 我一句的吵了起来 夜嫂一气之嫁离家出走 流到路上雨中漫步 结果被那货车撞上 瞬间他就发现自己 好像升华了一样 来到个百亿飘飘的鬼地方 听到了死鬼老公亲爷的声音 亲爷告诉他 闭上眼睛往回走 夜嫂的灵魂最后回到肉身 苏醒了过来 亲爷一直以来 都没有重新投胎做人 而是始终陪在夜嫂身边 守护着他 领主之前还告诉他 用意身边有脏东西 这一次的车祸 也让夜嫂因祸得福 有了阴阳眼 可以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之后夜嫂带着那个头骨 来到寺庙 又是情人炼锦朝堵 又是少想祭拜的 非常的虔诚有心的 之前亲爷说过 用意身边有脏东西 果然没有开玩笑 这个红衣鬼东西小倩 之前因为老公找小三 而被抛弃 一时想不开就跳楼自杀了 一失两命 之后一直没有投胎转世 始终在硬间瞎溜达 小倩看到咏鱼的遭遇 和自己很是相似 答应把拿好的惩罚一下子华 还顺带迷惑了咏鱼的神志 一直刷牙各不停 还刷出了血来 夜嫂觉得不太对劲 再次找来情人 得知小倩是想接住胎儿 重新投胎 当晚夜嫂就和小倩打了个照面 无论怎么样哀求 小倩都铁了心 要用一座投胎的替身 无奈之下 夜嫂抓住小孩 去酒店占住几天 打算和永远一起联手对付小倩 随之小倩已经复在了永远身上 还爬上天台 再来个意识两命 夜嫂又是龟又是求的 打算帮他寻找 当年的父亲老公 一个称赞黑色的老人告诉了他 关于小倩老公的信息 这个老人 就是夜嫂朝住的 那个头骨的灵魂 很快夜嫂就查到 小倩老公的住址 却被告知已经搬走很久了 另一边被父亲的永远 在饭菜里下痒 告用了志华和孩子 打算用煤气 来个全家富贵 夜嫂及时赶到 用自己的心命来保住志华 看到这温馨又感人的一幕 父亲的小倩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离开了永远的肉身 正打算回应间的时候 老公突然冒了出来 这才知道他出车后 失去了双腿 得知老公当年的真心一片之后 小倩为别离开了人世 志华也心天了个小公主 一家人再次整整齐齐的在一起 看完后 我只想说 作为懂得手鼻祖的黄子华 在影片当中 也就是搞笑耍宝 有几分脱口秀的味道 不过他就是一载人的票房独样 参演过的影片 基本上都是中小成本制作 票房方面 也大部分都是赔钱 关于他的电影梦想 有兴趣的大伙伴 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脱口秀 娱乐圈血肉是一和二 请按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